就像照片上记录的这个瞬间 邓雅萍在赛场上 总是这样气势汹汹的样子 她不仅是在用她的球拍 征服对手 还用她的眼神 还有气势 邓雅萍几乎拿了乒乓球赛 所有的冠军 更值得让大家关注的是 她还拿到了92年96年 两届奥运会的女单和女双的冠军 攻球 在靠 在 结果23比21 邓雅萍 上了第四局 这个球是在非常倍功的情况下 她转手为功 上牌以后 正手猛攻得分 这样邓雅萍 经过四局苦战以后 以三比 站上了队友乔红 获得了第25届 奥零几个运动会 以此拼放球单打的金牌 可以说我的对手不敢给我对视 那么不敢对我对视的另外一种感觉 他是在回避 那时候眼光是非常狠的 就是说 我就看着你 我看你在想什么 我看你在动什么心念 因为眼神可以传达很多的东西 而且场上的敏感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我们较量的时候 打到关键球的时候 一个眼神的传递 或者一闪的一个眼神传达是你心里在想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盯住你的眼神 一个是对你一种威胁 一种事的一种较量 对你的一种压制 再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异层 异层意思就是我要从你的眼神里头看出 你还能顶不顶得住了 满脸通红 说明你的身体的体力基本上投资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战术 你的战术什么呢 你就耗他就完了 所以打球要察言观色的 不是说还傻了吧唧跟他打就行的 不是的 我说这个小邓一上场啊 真是鲁兄家的那种 叫横面人队千夫子啊 开始训练 有时候安排训练 就安排计划 比如说我给你打 连连连连连连回合以后 突然出一只高球 然后从实战上面来说 应该我 你出了高球 我应该一板打死你 但是往往女孩子呢 都拉不下这个情练 所以你一出了高球呢 他中等力量的 再打过去 让你呢再回来 自从邓雅平来了对立以后 他改变了这个状况 他可不管 来回一来回 你有机会呢 他就是一板就打死 从他心里恨不得 把这个球打碎 啪一板就打死 我打球是喜欢算球 我发球翻到什么地方 我基本上能够算得住 我应该在什么地方等 在什么地方来 所以每一板球 基本在我控制的范围内 或者是整个场上的局势 你的心里的变化 计算数的变化 基本上在我控制之内的 后来好多人就说嘛 你想要赢邓雅平 你就赢他第一次 你后边就不要想赢了 人们把邓雅平打球的日子 称之为邓雅平时代 邓雅平最大的特点是 输球只输一次 不会第二次输给同一个人 朝鲜的李粉基于顺福 瑞典的斯文森 都在和邓雅平 第一次较量的时候赢过他 可是有一个人 却让邓雅平输过之后 再也没有机会赢他 他就是何智利 这样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这个小山之地 以3比1战上了邓雅平 夺得了本节样游位 女子单打的金牌 那天也比较奇怪 真的是 那天的比赛 日程安排的也很有意思 从8进4 到决赛是一天打完 一下打出来 所以他是乘胜追击有点 因为他8进4的时候 8进4是跟陈静打 在原来的记录上 或者是历史上来讲 他都很难赢陈静 结果8进4他赢了陈静以后 对他的士气 对他的信心 给了很大的这种鼓舞 而且又是在一天一路打下来 他然后就对乔红 那么邓雅平呢 他那边打完了比赛 回来以后 他就坐在我后边 我们都在看嘛 观看嘛 那么他呢 跟人家谭笑风声 聊天 嘻嘻哈哈哈哈的 很高兴 好像刚赢下来的球啊 很兴奋的样子 我马上回过头 很严肃地 这儿登下平台 我说小邓 我说你看看那场球 那么他也没有 没有听我的 我就觉得他打乔红 肯定打不了 乔红的实力 对吧 肯定打不动他 结果3比0就把乔红给 就给剃了 我当这场球 我是开始很认真的在看了 在这个之前 就没认真看他打球 然后也是在分析 就是说乔红的打法不一样 他俩对实力 很难讲谁对谁好 而且打到那个份上了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不跟你打实力的 我是进攻的 我要打你的 你防守你总防不过 我进攻了 对吧 但是那天呢 真的是他太出色了 说实在的 这反守防的 简直没有一点漏洞 没有一点漏洞 最后反而给我打的 就是我攻不死 他状态下呢 我开始攻失误了 然后呢 那个 形成相识呢 我又没有给他 就是这个 因为打到相识 就是我的弱势了 所以这个 那天也是非常反常 那天第三局 大比分的落后 我记得是 四比多少落后 四比四比十几的落后 根本不可能就是说 小山智利 原来的名字叫做何智利 他曾经呢 是中国乒乓球队的 一名队员 在89年的时候呢 他离开了国内的拼盘 加入了日本的国籍 并且随了他的夫姓 叫做小山智利 小山智利在一天里 连胜了中国的三个主力 陈静 乔宏 邓亚平 之后就再也没有 和邓亚平交过手 这让邓亚平 感觉到非常遗憾 同样的 在邓亚平 众多的比赛当中 有一场比赛 让他感到非常艰难 那就是1996年的 亚特兰大奥运会 亚特兰大奥运会 乒乓球女单决赛上 与邓亚平相遇的对手 是他国家队昔日的队友 现在代表中国台北队的陈静 在邓亚平率先拿下前两局 准备3比0速战速决的时候 场面突然混乱了 这个时候场上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决赛的这个场球呢 绝大多数的票呢 被华人买掉了 就是北京人也好 沙海人也好 希望我赢 那么中国台北的支持陈静英 当时就是两块比较大的 这个拉拉队了 那么打到2比0的时候的 第三局15平 这个时候呢 台北这边的人吧 就把不该打出来的 这个棋子打出来了 这个也是在国教会 所不允许的情况下 所做的 当地的这个警察去干涉他 但是当时可能又比较冲动 因为确实是他们0比2落后 然后呢 就打了这个警察 打了警察以后呢 这就是 这就触动了法律了 那么这样的话 场上就很乱了 后来当然又把这些人 都给抬出去了 最后又恢复了安静 我们重新比赛 但毕竟停了一些时间 而且这个时候 对陈静英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打球的人都知道 乘胜最急 赢的时候打得快 输的时候打得慢 那么这个时候 正好给陈静了一个 喘息的机会 就是让他能够静下来 考虑 我前两局怎么输的 这个时候15平 我怎么打 改变自己的一些激战 比赛再次恢复后 陈静连续搬回两局 比分打成2比2 这个时候 两人同又回到了原点 邓亚平迅速调整心态 在决胜局中 居然以摧枯拉朽的气势 21比5拿下了比赛 人们不仅惊叹 邓亚平的毅力 和他的心理素质 他要有多么大的 强大的承受能力 才能够面对这一切 其实对于邓亚平来说 他的乒乓之路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5岁 他开始跟父亲 学习打乒乓球 13岁的时候 在全国锦标赛上 他打败了多位世界冠军 本应该前8名 是非常顺利地 进入国家队 但是矮小的他 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张谢霖 当时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 他多次提议 让邓亚平进国家队 都没有成功 为此张谢霖还专门 记录分析了邓亚平的 一场比赛 我们以前的世界冠军 上去领奖 形象都很好 你像同龄啊 曹燕华呀 以前的心 他的意思啊 就是长得比较好 各方面啊 他就说 这些小动力 其实这太矮 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运动员的形象 那么这个一讲呢 那这些我 一些 一些想法了 这些我有一些 后面的话了 他打丢了 这一阵球 那么这一阵球呢 他还是二十平一后赢的 那么这里面就作为 一个启示 他打丢这么多 这一场球 他还是赢了 我就问苏州的这个队员 你怎么这场球 领先这么多 还苏州他 那么他跟我说的 要挺实际 他的主动的进攻 意识特别强 我不想他进攻 想制约他进攻 那么想控制低一点 控制角度大一点 那么引起我自己 本身更多的收 那么所以 这一场球呢 输下来了 我说他主动进攻啊 要比任何的人的意识要强 那么我相信 我是通过我们 在座的教练员 到国家队进行加工 进行对于他的培养 对他的技术方面的指导 我们绝对有把握 叫他收五个 21比18、19就赢了 为什么他主动进攻这么多 他有条件 他各自矮啊 对方打过来的球 经过网 弹起来 他各自矮啊 他一秒 哦 哎呦 这队球怎么比我网高 聚会球 我就杀吧 我就打吧 因此他的主动进攻要比别人多 那么这么一讲嘛 大家一笑嘛 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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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那你过来吧 那么再次征求了大家的广泛的意见 最后呢 三次 这个 再把邓亚平调到